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九节 创世纪第一章到十一章 我们说包含四个重要的主题 创造、堕落、洪水跟巴别塔的事件 那从十二章开始 就是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 昨天我们也谈到巴别塔事件之后 突然介绍闪的后代 其实是要介绍亚伯拉罕的出场 上帝的拯救计划 从过去是透过挪亚 但看起来还是失败了 因为当人多了时候 大家竟然同心的要建造巴别塔 塔顶通天 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所以上帝现在用另外的方式 拣选了亚伯拉罕 那么要透过亚伯拉罕带来救赎 而这个救赎计划 我们从新约看起来 我们是明白的 接着亚伯拉罕变成亚伯拉罕 然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 之后在亚伯拉罕的后代当中 成为一个民主 成为一个国家 最后弥赛亚将神 通过弥赛亚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 救恩领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等于也是回头看 我们救恩故事的起源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 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富家 这个本地 这个地 在原文是 通常是指的国家 江界的那个地 所以应当是离开你的国家 离开你的故乡 离开你父亲的家 这个从远到近 的那个三重的离开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意思是 彻底的离开了 离开你的安全感 离开你熟悉的地方 对我们这个现代的人来说 这个搬家或者出国 到外地寄居 也许也没有那么难 可是在那个年代 这件事情是非常 又大又难的事 一来交通不方便 二来在路上都有各样的危险 所以当时候他们的法律 如果把人 骗到外地去 他是要被判死刑的 因为把人带离 自己熟悉的 亲族 这个故乡 他是没有任何保护 基本上 等于置他于死地 所以这个呼召 对亚伯兰来说 是要付极大的代价的 在当时 那接下来呢 当上帝对亚伯兰说 要离开之后呢 有以下几个非常重要的应许 他说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也就是说 将来 你的后代会人数众多 才会成为一个国 一个国家必须有土地 有这个人民 那这里他说 你离开本地 之后你要成为大国 也就是说 你之后会有一个 重新有一个土地 然后呢 你会有很多的后代 那前面已经埋下伏笔了 十一章三十节说 煞来不生育 没有孩子 读者立刻会感受到一个冲突 前面才刚说 他的妻子不生育 那神的应许是 他要成为大国 对读者来讲 会立刻感受到那个张力 现实的不可能 因为亚伯兰那时候 年纪也比较长了 75岁 后面会提到 出哈兰的时候 年75岁 又加上妻子是不能生育 就是说现实的困难 跟神的应许 有了一个冲撞 有了一个拉扯 有了一个张力 到底呢 我们要相信的是 现实的困难 用人的经验去判断 还是用信心 去领受神的应许 所以我们说 创世纪会有两个隐藏的路 一个是罪 就是罪呢 跟人类的那个纠葛 另外一个是恩典 神的恩典在旁边 如何拣选带领跟工作 现在又加了一个新的 一个线路了 叫做信心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看见 这个背后信心的影子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不晓得亚伯兰这时候 他的心里面在想什么 因为 刹来不生育啊 我从哪里成为大国 可能呢 就是从别的人 从后面会看到 是不是他的仆人 是不是罗德 是不是在娶一个妻子 就是生了这个 伊斯玛利 就娶了这个夏甲 可能亚伯兰自己都不会觉得 会是从撒来生出来的 我必赐福给你 这个赐福是代瓜性的 当然包含 祝福他的后代 祝福他的产业 否则这个国 如果是非常的穷困 疲乏的 这没有意义 所以成为大国 还要祝福这个国 是丰盛的 是满有神同在 神供应的 叫你的名为大 他的名被尊荣 被高举 我们前面说 巴佩塔的事件 他们造了城和塔 特别这个塔要通天 目的是什么 传扬我们的名 但是在这里 上帝自己跟亚伯兰说 我要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他可以有两个解释了 一个是说 你会成为祝福的管道 你到哪里 哪里就要蒙祝福 另外一个是 等于是一个命令 你必须去叫别人得福 但基本上我觉得 可以包含这两个 亚伯兰蒙祝福 然后呢 他的生命 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到哪里 哪里就要因为亚伯兰 而蒙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就是在亚伯兰的生命当中 包含他的后裔 他的产业 因为他成为一个国 祝福你的 跟你有好关系的 我要祝福他 然后呢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这两个咒诅的原文 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咒诅 是比较是轻看 鄙视 甚至是咒骂 比较表达是一个敌对的关系 我必咒诅他 那个咒诅含的是刑法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哇那这个福 不得了了 他首先是自己蒙福 然后呢 他身边的人蒙福 最后呢 是全世界都要因他蒙福 这个应许 大不大呀 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的后代要成为一个 伟大的国家 蛮有尊荣的国家 你的名要被搞据 不仅使你有一个 建立一个国 我要大大的祝福他 使他强盛丰富 而且呢 你会成为我祝福的管道 众人都要因你得福 然后呢 我要保护你 祝福你的 与你友好的 我要祝福他 咒诅你 与你为敌的 我会形化他 全世界都要因你得福 哇这个是太 太棒 太伟大 太尊荣 难以想象的祝福 亚伯兰就照着 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我们前面说 对当时候的人来讲 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是非常非常的 大的代价 第四节却表达 好像很容易的 就是很单纯的 亚伯兰就顺服了 罗德也和他同去 我们知道罗德是哈兰的孩子 但哈兰先去世了 所以这里看起来 很可能 亚伯兰就负起 照顾罗德的角色 叔叔 罗德也和他同去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哈兰 他前面提到 他是一个人的名字 是他拉三个孩子 也是一个地名 在这里指的是地名 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 年七十五岁 之后我们会把那个连结 地图连结放在 这个影片的说明 亚伯兰将他妻子 撒来和侄儿罗德 连他们在哈兰 所积蓄的财物 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去 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因为他拉带着亚伯兰 跟罗德 还有什么呢 亚伯兰的妻子撒来 出了加勒底的吾尔 要往迦南地去 他们走在哈兰 就住在那 所以他们住在哈兰 一段时间 在使徒行传 斯蒂满提到 一直等到他拉死了之后 他们才继续往前走了 所以很可能 从这个南部的 吾尔往北方走 沿着两河流域 到了哈兰 后来他拉年迈 生病 他拉过世 所以他们在哈兰 住了一段时间 才有所得的人口等等 继续到迦南地去 亚伯兰经过那地 到了事件地方 魔力像素那里 魔力像素 魔力有教师的意思 重点是在事件 事件这个城 有一个很著名的像素 大树 那这个树 后来在迦南人当中 就是会在大树下 或者小山丘 有偶像崇拜 所以这棵树 在当地是非常有名 就表达亚伯兰 到了魔力像素那里 就用这棵树 作为一个好像地标 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 这里是用迦南人统称 原本住在迦南地 这个应许之地的这些 原本的住民了 耶和华 向亚伯兰显现 这是第一次记载上帝显现 很可能是用人形的方式 向亚伯兰显现 直接好像可以面对面 说话那样子的表达 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 是赐给亚伯兰的后裔 所以成为大国 我说要有土地 这里有了 那有人名 现在人民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他的后代后裔是一个问题 亚伯兰就在那里 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巴别塔的事件 是人为自己造了一个塔 筑了一座塔 亚伯兰却是 筑了一座坛 那个塔是要显扬自己的名 这一座坛 确实要求告耶和华的名 所以就会看见 在本质上的差异 表明亚伯拉罕的信心 以及对上帝的敬畏 坛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献祭 表达感恩 保守带领 也表达向神的 顺从顺服 因为上帝在那里向他显现 那后来呢 这个亚伯兰又离开 从那里 他又迁到伯特利 东边的山 支搭帐篷 西边是伯特利 东边是艾 艾城 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坛 求告耶和华的名 后来 亚伯兰又渐渐迁往南地区 为什么会搬来搬去 很可能因为是游牧民族 他有一些身处 身口 所以搬到一个地方 支搭帐篷 然后就放牧身口 但是 亚伯兰走到哪里 就筑一座坛在那里 原本这个魔力像素 很可能就是迦南人 偶像崇拜的地方 突然间出现了一座坛 亚伯兰离开之后呢 那一座坛就在那里 默默地 见证上帝的工作 在那里默默地 见证亚伯兰的信心 后来又迁到伯特利 东边的山 一样支搭帐篷 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 又组了一座坛 要干嘛 求告耶和华的名 他组坛 是表达上帝的保守 带领 也表达他对上帝的信靠 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在当地有迦南人 他是外人 所以很可能被当成敌人来对待 他就凭着信心继续走 在那里每一个地方 他就求告上帝的名 就组坛依靠神 后来又慢慢地迁到南地区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其实这一段对于我们理解 创世纪 甚至一直到新约 我们的救恩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刚刚讲 上帝给亚伯兰的这个应许 这个福 好不好啊 很好啊 会不会很羡慕做亚伯兰的后代啊 会啊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到耶稣那个时代 他们非常自豪的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们很自豪他们是 他们的血统 还有圣殿 对不对 还有他们的律法 那这个血统是别人没有的嘛 我是纯种的 希伯来人啊 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因为呢 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个 表达我在这个应许的里面 神与我同在的 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不是别人 是亚伯拉罕 他要呢 祝福我们成为大国 特别有上帝的保护我 祝福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而地上的万国万族啊 都要因我们蒙福 所以他们非常的得意 非常的开心 可是保罗怎么看这件事呢 保罗重新诠释 或者说保罗在圣灵的光照底下 他看明白 这个指的是什么 原来指的 不单单是以色列人 事实上 他真正要指的是教会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 保罗怎么说呢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这个亚伯拉罕信神 为什么强调亚伯拉罕的信 就是上帝呼召 他就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了 就离开 显出他的信号 他的足坛 求告 耶和华的名 虽然亚伯拉罕不知道要去哪里 但是他知道呼召他的是谁 因为相信才会回应 才会顺服 所以这里讲到说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 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各位众姐妹有听明白吗 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 这个应许的福 是给谁的呢 竟然是我们 我们在看的时候 好羡慕 哇 以色列人可以得这么大的祝福 有上帝应许他的保守跟带领 确实也是 在整个旧约的历史当中 上帝怎么样恩待以色列百姓 但事实上最终 这个应许的应验跟实现 是在我们的身上 是在教会的身上 所以他说 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这在说什么呢 保罗在说什么呢 就是说 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这个国 在当时候的应验 就是大卫的国 那个以色列国嘛 可是终极的应验是我们 在这个菲利比书 三章二十节提到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那个国指的是基督的国 我们是神国的百姓 我必赐福给你 上帝要祝福他的教会 祝福他的百姓 各样的昌盛 各样的丰富 我来了要叫阳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叫你的名为大 这里指的亚伯拉罕 要被高举 因为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不单单亚伯拉罕 神的教会 成为上帝祝福的管道 神保护教会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当人与教会 与弟兄姐妹连结认识 当然 这个恩典 祝福跟应许 也同样临到他身上 对不对 当人信了主 这一切的恩福 也临到他的身上 那咒诅你的 就是敌对教会的 敌党教会 他当然就是敌党福音 那那个罪的公家乃是 他的敌党 敌事跟拒绝 就使他自己落入 那个死跟罪的咒诅里面 那咒诅你的 我必咒诅他 我必刑罚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 万国万民 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所以这个国 是一个什么样的国 是万国万民 所有信靠上帝的人的组合 这是神的国 就是我们 就是教会 哇 好令人震撼的信息 对不对 另外 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也有一个 从圣灵来的 这个启示 在希伯来书 十一章的第八节 那里说到 亚伯拉罕因着信 蒙召的时候 就遵命出去 往将来要得威业的地方去 出去的时候 还不知往哪里去 他不知往哪里去 但是他知道 是谁呼召他 他因着信 就在所应许之地 做客 这个其实是一个 看似矛盾的表达 他到了应许之地 可是却是做客 那希伯来书的作者 怎么讲呢 他说他在那里做客 就是直搭帐篷 好像在异地 居住帐篷 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 以撒雅各一样 就以撒雅各 他们也是住在帐篷里的 因为他等候那座 有根基的城 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 希伯来书的作者 观察到一个事情 就是亚伯拉罕 他长途跋涉 到了应许之地 为什么 他是住帐篷 而且他是称自己是寄居的 他不是已经到了应许之地吗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就继续在描述 说什么呢 十三节 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 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却从远处望前 且欢喜迎接 为什么没有得着所应许的 亚伯拉罕不是去到了应许之地吗 因为上帝给他的应许是 这是要给你的后裔的 他在那里 是神要应许给他的后代 后裔的 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 他没有得着应许 他没有看见这个事情 这个应许成就 他从远处望见 他在信心里面看见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缺取 他在信心里面看见 神要这样成就 而且他承认自己 在世上是客履是寄居的 从创世纪后面的故事会看到 亚伯拉罕都称自己是寄居的 是来这里暂时居住的 可是呢 西伯埃书的作者说 当一个人 他说我只是客人 我只是来寄居的 说这样话的人 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 西伯埃书的作者说 当人这样讲的时候 表示他认为这里不是他的家 然后呢 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 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说为什么亚伯拉罕 一直说他是客履的 却不回去呢 他为什么不回乌尔呢 他明明可以回乌尔去的吧 要么他回哈兰去也可以 比较近 作者说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 并不以为此 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什么意思 西伯埃书的作者 他看到一个奇怪的地方 亚伯拉罕 他已经到了应许之地 为什么 他还只是支搭帐篷 他可以住下来 可是亚伯拉罕没有 他选择支搭帐篷 然后告诉人 我这一生都是寄居的 他用寄居的生命 要表达什么 表达一个信心 因为如果他是寄居 他表达他是寄居 就说这不是他的家 可是他已经在应许之地了 这里怎么不是他的家呢 他说 那他指的家在哪里 是乌尔吗 那他可以回去 他不回去 所以他在等什么呢 他的家在哪里 他的家是天上的家 希伯埃书的作者 他表达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 没有错 这里是应许之地 可是对亚伯拉罕来讲 真正的 所羡慕的 真正要去的地方 是天上 他用他的寄居 用住帐篷 显出他对永恒的切目 那个不是终点 就是说 到了应许之地 不是终点 是天上的家 天上才是 这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 就是说 从希伯埃书的亮光 也就是 上帝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呼召有带领 对不对 他也会给我们产业 神呼召我们 在这个行业 在那个行业 神也在这过程当中 供应我们 丰富我们 祝福我们 但是呢 我们却不能够停留在这里 这里是神给我们的迦南美地 是神给我们的应许 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有很 很丰富的产业在这里 但是 我们永远只是一个寄居的人 我们 在这个地上 只是个客旅 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 是在天上 这让我们 很受提醒 因为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我们跟上帝所求的祝福 我们大部分就是 你祝福我这个工作 祝福我婚姻 祝福我的事业 祝福我的孩子 很多 没有错 需要 我们需要神的祝福 才能在工作 在婚姻 在教养上 走在神的心意当中 但是 我们千千万万 不要乐不思俗 这里不是我们最终的地方 这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 我们最终要去的地方 是天上 我们不是顾念 看得见的 我们顾念的是 那看不见的 不是暂时的 是永恒的 亚伯拉罕用他的寄居 来表达 他最终在乎的 顾念的 是那天上的家 是那个永恒 虽然他到了应许之地 他用他的帐篷人生 显出他对永恒的切勿 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在地上 没有错 对 真的有很多的丰富 也求神帮助我们 有永恒的眼光 不是好像永远要住在这里 知道 这里不是终点 纵使神给我们很丰富 好像应许之地 但是天上才是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当我们在看你给亚伯拉罕的 这些应许 我们好生羡慕 但是我们从新约的亮光里面 才知道 原来这些祝福是要给我们的 何等令人震撼的信息 愿主 祢使恩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得梦这个祝福 是要成为祝福的管道 叫别人得福 恳求主 祢使恩帮助我们 好叫我们的生命 越发地显出 祢的恩赐跟怜悯 好叫人通过我们的生命 见证 大大蒙福 主我们 也求祢使恩怜悯 我们在这地上生活 我们常常所求的 就是在地上有更多的丰富和丰盛 然而亚伯拉罕寄居的人生 支他帐篷的生活 却显出他对你的信靠 用帐篷的人生 显出他对永恒的切目 谢谢主 求祢使恩帮助我们 不要乐不失属 更多的顾念永恒 更多的在地上 活出对永恒的切目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